现在人常讲人定升天 要开伐大自然 人定升天 话没错 意思错了 人定升天是这么讲的 就是能大使那个第四句 何其自信 本武动摇 那是自信本定 你要是正德了 那就升天了 真的 一定都不假 无相者 立一切虚妄之相 无相及立相 这几句话了 实在讲呢 他说得很清楚 我们 要细心的去看 经上讲 设相 无相 什么叫无相呢 无相就是立 一切虚妄之相 所以无相跟立相是一个意思 立相呢 就是无相 那么什么是一切虚妄之相 在佛经里面 无数次的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为什么 因为一切现象 都是因缘生法 中文人都说得好啊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这跟我是佛说的 引用佛讲的 那么离是怎么离呢 离 执着 不执着就离了 执着就没有离 不要执着他 不要分别他 所有一切现象里头 不要去起心动念 你就全力了 所以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个人成佛了 为什么 他立得干干净净 相在不在那 相在 相是幻象 相是生灭法 实相 实相是不生不灭 实相是从体上讲的 虚幻 虚幻的相 是从现象上讲的 大 讲到虚空法界 变法界虚空界 都是一个幻象 所以我们学过 望尽还原观 你就很容易懂了 什么是真的呢 真的是体 一体 体是一个 自性 清净 原民体 那是真的 为什么是真的 会能大肆 开悟的时候 讲的好 这个体 本自清净 从来没染污过 现在也没染污 他永远不会染污 不生 不灭 本自 具足 这句话 很重要 自信 清净 原民体 就是 禁宗里面 讲的 长级光 进土 这个里面 没有物质 现象 也没有精神 现象 但是 不能说他无 那为什么呢 本自 具足 他一样都不缺 他不 陷 第四句 能大师说 本不动摇 那换一句话说 他是定的 昨天 上午 凤凰电视台 防防火 他说了一句话 现在人常讲 人定 胜天 要开发 大自然 人定 胜天 话没错 意思错了 人定 胜天 是这么讲的 就是能大师 那个第四句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那是自信 本定 你要是正德了 那就胜天了 真的 一顶都不假 不是说 我们人的聪明智慧 科学技术 一定可以战胜大自然的 别说大自然的 连地球都战不胜 地球稍稍晃一晃 你就受不了了 你怎么能胜过他呢 一个大都市 几千万人在你身 一个大地震就完了 这大家知道的 胜不了天 可是 自信本定 你要是正德了 那就能胜了 末后一句 何其自信 能胜万法 能胜万法 跟前面第一句 本自居足 是正反两面 本自居足 是隐 佛法将隐 能生万法 是血 献出来 这个自信 亲近 原名题 就好像我们 眼前的电视 这个题是什么 题就是 电视的屏幕 它什么都没有 它什么都没有 你不能说它无 为什么呢 频道一按 画面就出现了 画面出现了 不能说它有 你知道这个 这个 真跟旺 屏幕是真 画面是旺 真旺是一体 哪一个旺能离开真呢 没有法子离开 离开屏幕 它就现不出来了 哪一个真 不在旺里头呢 这一个屏幕里头 每一个方寸 都在画面里头 但是真是真 旺是旺 真不是旺 旺不是真 对不对 换一句话说 真就是旺 旺就是真 真旺是一 不是二 对不对 也对 你得把这个搞清楚 所以 佛跟我们讲的是什么 舍相 立相 舍相立相 舍相无相 舍相无不相 它是一桩死去 谁看电视 会看 华言境界 会看的时候 能误入 自信 清净 人民体 那这就成佛了 那问题 你会不会 我们为什么不会呢 就是 你在看的时候 你起心动念 你有分别 你有知足 所以你勇 你着相了 你着相了 你不是立相 你着相了 着相 是六道凡夫 立相呢 在佛话里面讲 阿罗汉了 你不是凡夫了 立相 人道立相 就是说 你不再执着 一切现象 你先是平等的 你就超越 六道人回来 你整阿罗汉国了 要不分别了 那你就是菩萨了 不齐心 不动念 你就成佛了 所以这个地方 最重要的 是叫我们了解 四十真相之后 不要再止住了 要从这里下手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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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